明明 警方曝曝赶到现场发现 店员手臂流血受伤 表情痛苦蹲在地上 而一旁的嫌犯飘出浓浓酒味 马上就被远警牢牢压制 连洞都不敢动 我在吵 你在干嘛 事发就在25号晚上7点多 现在是细致中心路上的 一间电器行内 监视器画面拍下嫌犯 在事发前大摇大摆走进店内 沒多久就狼狽上了警車 原來這名43歲的彭信男子 買了新電視卻發現有問題 打電話跟店家理論沒結果 喝酒後越想越生氣 直接到電氣行問店員 你是不是姓林 下一秒就拿起吸塵器攻擊 造成店內事件 電氣毀損 最後嫌犯家人只好把四件電器 通通買回家一共花了11萬元 這些錢恐怕都還購買好幾台新電視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